最近几年这个跨境抓捕的问题 已经越来越热了 原先呢只是跨省 最出名的应该是雷洋案 我们应该知道雷洋案从它发生 一直到它结束 演绎出了很多版本 那么其中有一个版本 就是因为长州的警察 因为雷洋参与了 调查长州一个学校跑道的问题 那么请他配合调查 在抓捕的过程中间 因为手段的过激 导致了雷洋的死亡 到现在为止没有真相 北京有几个警察顶了罪 最后竟然是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这是很罕见的一次司法上的失败 作为一个案例 它向全国公布的过程中 漏洞百出 那么雷洋案呢 有很多人大的效应 竭尽全力 去为它伸冤 或者说是吐死独悲也好 或者说为正义发生也好 我们看到很多为它呼吁的人 最后都散了腰 因为雷洋用他的死亡 为他的媳妇赠来了一笔嫁妆 据说 有两千万现金的赔偿 还有一套价值两千万的房产 这个事件呢 已经过去两年了 那么今年 又出现了两个更为恶劣的事件 一个是我们知道的红毛药菊 卖甲酒的 竟然能够跨省 去抓捕一个医生 好不容易把这个医生 算是通过大家的呼吁 当局把它释放了 跟着 国资的伊利莱耶 又抓捕了一个作家 据说是他写的一本小说 尹色的伊律 其实这个东西呢 我们听起来很熟悉 就利用小说反导 当时习仲勋也是受这个牵连 就是所谓的刘志弹案 为刘志弹犯案 那么习近平在15岁的时候 因为这个事件 还多次被关押 被审问 据说放出来的时候 身上全是色子 那么他的姑妈 用新鲜的羊来 好不容易 才把他的身体调理好 他没好透 就下相桌之心去了 跨省的东西呢 以前有很多 今后 估计会更多 但其实现在最恶劣的不是跨省的意见 现在是叫跨境 我们知道跨境抓捕的这种情况相当多 但在牢里面 一只关到死的彭鸣 是从缅甸被抓回来的 这都是很久以前发生的故事 那么习近平上台以后 出现了一个所谓的铜锣湾书店 当事人有好几个 其中有三个比较出名 最出名的 最出名的是瑞典的一个商人 叫贵铭海 他在泰国被抓捕回了中国 抓捕回来以后呢 他竟然上电视认罪 还上了两回 第一回是他说 他虽然有了瑞典国籍 但是他认为 他还是深深的爱在中国 所以他到中国来是投案的 虽然没有他明确的入境基督 但是他说他是投案的 开始 说那个交通造势 那么他在缓星期间 说是他逃跑了 不管这个案子真的假的 判了两年 劳算是做完了 按理说你总得放人家 人家已经不是中国公民 两个瑞典的领事 带着他 坐着火车 从老家林博赶往北京 准备到瑞典的大使馆 去办设计 在这个过程中 竟然在列车上 当着瑞典领事的面 把这个瑞典公民又找起 完了他又上电视任罪 他说 他觉得瑞典政府 在他这个事件中 起了不光彩的影响 好了 是个人 他总是惜命的 我们可以理解 他在特殊的环境下 可能言不由衷了 那么另外两个事件的当事人 明星式的人物 一个叫李波 他被抓捕了以后 他说他是回雷迹 投案 完了以后呢 他现在的生活很安全 很安逸 其中他还回到香港 接受了凤凰卫视的采访 那么很快 他就在一个男子的陪伴下 登上一辆挂着中港车牌的 车又毁了泪地 他现在的结果是什么样 没有人知道 那么唯一 回到香港以后改变的族意 去召开记者会的 叫林荣基 他觉得香港有人 有六千个市民 为他的事情 去游行 去请愿 他说他被感动 那么他以他的亲身经历 说明了 他被抓捕的整个过程 完了以后 他现在已经决定去台湾 重开同楼玩书店 他虽然非常感谢 香港人 对他在这个事件中 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 发出的这种呼声 但是他毕竟 不想继续留在香港 防止出现 再一次的人身伤害 所以他选择了离开 同楼玩书店这个事 据说是因为一本 写着习近平与他的情人之间 关系的这么一本小册子 导致的这么一个被抓捕的事情 这个事件呢 刚刚被人们淡忘了 那么加拿大又出现了两起事件 第一起是曾经在 中国高院任职的一个法官 他被中国派来的 以商务旅游签证 进入加拿大的 这些人员 去威胁 要求他回国 我们知道报刊上有一个 采访他的 竟然有一个表示 就负责抓捕他回国的 是湖北当地的一个检察官 姓赵 他说在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 我不管你现在是什么国籍 对我们来说没有差别 这个话听得很圣人 中共已经自大党 他们认为对全球的华裔 都拥有了执法权 这是在践踏现行的国际法 其实国与国之间没有这么玩 可能我们把它当作一个个案 因为毕竟只是一个骚扰 它并没有形成实质性的抓捕 所以加拿大政府没有为此提出任何 进一步的要求 这个事很快就淡化了 那么前不久又传来一个消息 有两位加拿大公民 因为伪造证件罪 在重庆被提出公审 那么这二位 陈姓的公民是兄弟呢 他们是在新加坡 被跨境抓捕回重庆 这东西就很好玩 这两位都是加拿大公民 现在我们不知道金扣要抓的 会不会还有美国公民 英国公民 因为瑞典都抓了 加拿大也抓了 我们没有看到国际社会 为此发出更多的声音 至于中国公民 即便是到了泰国 拿到了联合国难民总署 发的这种难民证 我们把它称之为叫男生护照 那么拿到了这个东西 就安全了吗 不是 江野飞 东广平 都被泰国军政府 抓捕了以后 以各式各样的 遣送回了中国 其实他们已经拥有了 联合国难民共署 所发的 难民证 跨境抓捕的现象 越来越多 中共是不是在全球 对华裔有执法权 没有人知道 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案例是谁 其实作为一个中古公民 没有一个地方是安全 因为现行的这个证据 它奉行的 是与绝大多数国家不一样的 这种执政方式 他们以非常鲁莽的行为 来挑战国际共罚 我们不知道 这种行为 还能持续多长时间 我看到最近有很多人 在粉饰 内地的证据 一开口就是 2025 一开口就是 习近平要执政到 2030 甚至2035年 我不知道这种幻觉 是从哪儿来的 我从来没有相信过 中共这个证据 它能维持到这么久远